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轮兵看 我是轮兵 那一个礼拜的开始 那我们就上个礼拜五 美股即便有出现了一些类似利空的一个状况 不过在多空解读不同的情况下 最终它反倒是收红的 那也激励今天台北股市早盘还往上开高一度 涨了67点 不过非常可惜的 就在今天创高之后 那随即现在接近尾盘时刻 那又出现了一个拉回 代表到目前为止 就整个大盘的部分 还是一如我在上个礼拜告诉各位的 台股有创高后拉回整理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我们都说上个礼拜一 是不是加群指数创了一个短线的一个波段 而且是今年的一个新高点 但是创高后之后随即拉回 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脱离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了 整个加群指数即便在整理 大盘即便在整理 但是怎么样 它还是维持一定的强度 例如说 加群指数到目前为止 它还是维持在各天期均线之上 所以代表即便是一个整理架构 但是多方它还是握有相对的优势 那配合着我一直告诉各位的 从11月份11月中第三季的季报公布完之后 一直到明年的三月要公布年报 这段时间将近有四个多月的时间四个半月 它没有重大财报要干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行情会越来越热 也有利于一些有本质趋势明确的股票 会在这个阶段变成是一个标股 而且标股会一档接着一档 只不过在初期 因为现在毕竟还在初期 对不对 因为才刚刚公布完所有的一个季报 那今天也是一样 才刚刚要怎么样 公布11月份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营收 所以行情在初期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轮动 还是会有一些震荡 那等到行情完全热起来了 那时候就容易出现了 所谓的肋骨齐阳百花齐放的一个格局 这需要时间来发酵 但是这段时间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阶段还没有来到之前 我说过行情会轮动 那既然会轮动 记得 股票的一个买点跟卖点 也就是我常讲的攻守进退的节奏 你就必须要精准的掌握 而且最重要的 即便行情会越来越热 即便现在行情整个架构是对多方有利 但是你还是得要用对的方法来操作 什么叫做对的方法 从以前讲到现在 我说做股票本来就是春根下云秋收东场 每一个阶段 你有每一个阶段该做的事情 你不要天天都老想的 我今天买股票就是要大赚 我今天买股票就是要大赚 没那么好康的事情 对不对 当然我也知道 市场上就是有一派 专家权威名师 他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 他都去追那些目前正在涨势上的股票 啊 这么目前正要涨停板的股票 那如果说的 我快要涨停了 我去追去把它锁起来 感觉上我今天就赚钱了嘛 对不对 有这样的一套做法 不能讲它不对 但是并不是在所有的行情结构里面 都适合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说过现在 整个行情还没有热到那种百花齐放 类鼓齐仰的格局 未来当盘面上开始 哇热烘烘的 有没有 你买什么会赚什么 你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 但是因为现在还在轮动 你看墙去追 你很容易 今天或许赚了一趴两趴 哇好高兴哦 很爽的对不对 明天就啪 落五趴 你今天贪那个不够了 我想这个过去我也跟各位 周明的一个实际 我会员的一个例子 也是试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跟别的专家权威 结果怎么样 他说有赚了 但是赚的不够赔啊 我想我就点到为主就不讲了 好 那重点 什么叫做春根下云秋收东城 就好比说 我都现在 陆陆续续在公布 尤其到今天 五点钟下班之前 要把11月份的 这个营收 给全部公布完 那各位知道吗 既然要公布这种 营收的一个数字 数字好的跟数字不好的 当然股价上面 就会很大的差异 好的就会上去 那不好的就会下去 对不对 尤其数字好的 就好比你有个防护叫金钟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股价就有利于它的一个表现 而且它也等同在告诉你 明年整个营收的一个展望 明年整个业绩的展望 是不会太差的 所以好的数字 不用我再多讲 你们都知道 但重点 不好的 如果数字不好的该怎么办 数字不好的 有一些是真的不好 但是有一些 它可能怎么样 还在所谓的一个 正常的误差范围 怎么叫正常的误差范围 我这样讲好 你一家公司要切营收 我今天这个月进来 可能有一些订单 它比较晚进账 有一些订单可能比较早进账 所以有些时候 再加上所谓的淡旺季节性的 一个调整 所以有些时候 它会有一些误差 一个正常的 一个波动的一个误差范围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误差范围里面 纵使公布出来 它的营收的数字 好像没有很漂亮 但是如果说在误差范围的股票 纵使这两天 因为感觉上表面上看起来 数字不好看 而股价有拉回的话 那我反而告诉各位 那就是一个机会 那当然 数字不好的 如果还又不属于这种 所谓的一个 正负的一个误差范围之内的 那当然 你就要尽量去避免做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所以同样是数字不好 那到底是真的不好 还是被错杀 还是一个暂时性的不好 我讲这个操作上面 也有一些差别 那当然除了 营收的数字好坏以外 我说过最重要的 你还要去看它筹码的强弱 你还要去看什么 你还要去看它 整个位阶的高低 你说营收数字很好 可是位阶很高 它已经涨一大段了 现在大家都在冲 大家都在买 筹码根本乱七八糟的 你认为这样的股票还适合买吗 还是适合做一段获利了解 好那我说过 营收不好的 如果它现在获利数字 它的一个位阶 就在低档啊 那如果说营收即便不好 可是它的位阶在低档 而且它的筹码开始有转强的迹象 那你说这样的股票该不该买 当然还是该买 好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档股票 我已经整整讲了快一个月了 有没有 这档叫做一五八二的信紧 有没有 哇 信紧公布出来 十一月份的营收 一好一坏 一好一坏 越减年增 但是它的越减 即便是减 但是我认为 就在一个正负的一个误差范围以内 所以代表 它就是普普 但是它比去年怎么样 维持一个成长的一个态势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说过了 这叫轴承 那轴承尤其现在 整个手机上面 折叠机现在正夯的时候 所以相关的概念 明年还会持续发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明年正常情况下 又会比今年更好 所以长线怎么样 长线没有问题 我认为明年的展望还是这么小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 我刚讲了 营收数字以外 你还要注意什么 你是不是还要注意它的筹码 还要注意什么 它的一个慰藉 不要说什么 这档股票我怎么做的 所有 有看过我们视频 一段时间的投资朋友 包含我的会员在内 请全部帮我罗文斌做见证 这档股票我们是不是在七十出头 老早在三个多礼拜以前 当时我说这是我们的一个私房标股 但是说是讲私房标股了 只是没有在节目里面第一时间公开而已 因为还在布局 我当然不适合公开 要留给会员 所以这样的股票 即便我没有在节目里面当下马上公开给大家 但是你想要跟上的 我是不是足足 也让各位有三个礼拜的时间 让你来登记 让你来预约 让你在这三个礼拜的时间 你绝对有充足的时间 能够跟上我们的操作 有没有 那你看 从七字头到八字头 我们几乎去天天买进 你可以去误误看会员 有没有天天买进 天天买天天买 有没有 那后来一发动 很快的时间就供到了九十八块半 你七字头买你八字头买 供到九十八块半 你哪一个没有赚钱 对不对 你哪一个没有大赚 在这里 七字头八字头 全市场没有人在讲 讲的就是告诉你赵丽了 告诉你富士达了 告诉你新日新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布局的却是刑警 好 那等到刑警从股价七字头八字头 一口气冲到了九十八块半 眼看了要扣关百元俱乐部 这个时候怎么样 谁来了 大家都来了 专家来了 权威来了 名师名嘴 全部都来了 全部都在讲刑警 如何如何如何好 那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 当一档股票 正在涨势上面 而这些市场上多数的专家权威名师 开始争先恐后的来告诉各位 他有多好有多好开始歌功颂德的时候 纵使他未来还是看好 但是短线上你要小心啊 你绝对不要去追啊 你不要跟着市场多数人去追啊 我是不是告诉你我随时怎么样 我随时会获利了解 为什么 我成本在七字头八字头 不管你买在七十几八十几 现在涨到九十几 我随便卖 我也没有随便赚 各况大家都来了 你筹码会不会乱 你从七字头涨到九字头 眼看就要一百块了 一百块是不是压力 你从七字头涨到相近一百块 你寄出面是不是要不要降温 要不要喝杯水喘口气 所以我当然随时会出一趟 我怎么卖怎么大赚啊 对不对 而今天你看 我们全数把它获利了解 你哪一个没有大赚 获利放口袋啊 我已经讲了 我们全数把它获利了解 我们今天获利放口袋啊 买在七字头八字头 哪一个没有大赚 相对的你买在高档的 你当时九十几块 九十八块半去追的 你到今天里面在销 这个就是什么 不是我告诉你的 春耕夏云秋收冬场吗 春耕夏云 这里有没有春耕 这里有没有夏云 对不对 后来长上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秋收冬场 那如果说我们在耕耘的时候 你不来 你偏偏我们要收场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再来追 那你认为 有果实让你收吗 你会丰收吗 你秋天才来耕耘 你秋天才来插秧播种 我请问你 你要怎么样能够结出果实 这个就是我说的节奏 对不对 除了性情以外 还有一档 来 一档 稍微高价的股票 稍微高价的股票 谁 6933的MX 有没有 来 我们直接先看结果 今天 有没有创新高 今天有没有 涨停板 对不对 那很多人都看到 今天涨停板 今天创新高 怕扣 对不对 大家又开始歌功颂 但是问题 等到今天涨上来 你再来追 尤其快涨停了 你再来追 当然我认为 它上涨还有空间 可是现在轮动速度这么快 你是不是很容易 如果你今天追高 如果说明天稍微震荡一下 你是不是很容易又被套 但是相对的 如果说在今天大涨之前 来你告诉我 这里好不好买 在今天涨停之前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有五天的时间 就在这边 躺在这边让你买 甚至于在前面几天 还有拉回 让你买 你需要去追高吗 这档股票 我就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我讲这些负责任 我讲这些会员都在听 会员都在看 我们布局 整整至少将近快两个礼拜 所以不管是趁拉回买也好 趁他发动钱买也好 所以他今天创新高 我请问各位 你有哪一个会赚不到 你有哪一个是没有赚到的 需要去追高吗 对不对 我说方法对很重要 股票固然很重要 但是你方法要对 否则纵使给你一档对的股票 众使给你一档会创新高的股票 你方法错了 你还是看不到效果 人家大赚 你可能小赚 甚至于你是赔钱 那这样不是浪费行情吗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行情现在对多头有利 但是不是要你随便乱做 你还是得要用正确的一个方法 好那随着 你看我们前面 趁发动钱布局的MX 今天涨停板创新高 那更不要讲 前面的信景 我们今天也已经把它全数的获利了结 你说这样的行情赚不到钱吗 重点是不是在你该怎么做 好那对于接下来我们布局的一个股票 你们都很清楚 到现在还没有动 就是12月份 最新我们锁定的标股 12月标股 有没有 那这档股票我不多讲了 只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低价股 比信景当时七字头还要低 仍然买得起 各个赚得到 除了低价股 最重要的 还没有涨 这是不是就最大的优势 就如同信景还没有涨 以前是不是机会 对不对 还没有涨 以前是不是机会 还有什么 还有MX 今天在涨停板之前 创新高之前 是不是都是机会 他也还没有涨 是不是机会 你自己想 佛度有缘人 那有缘的 你认同我的 一样 想跟上的 因为他还没有讲 你就有机会 你想跟上的 在我们股市和民汉 Light at的 官方账号 打上12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连接你的联络电话 买点到 第一时间通知你 另外 你有资金300万以上的 我说资金大一点的朋友 我的做法会不一样 好 所以如果说 你的资金稍微大一点 在300万以上的 一样 你今天 在对话室 说你不用打12了 你直接打一个信号 打一个信号 我会特别的 帮你来做一个规划 我说你把信给我 我当然也会把信给你 我会更用心的 来帮你规划 好 今天不管你的资金 在300万以上或以下 总之认同的 赶快把握机会 他还没有发动钱的 一个最佳时机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补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